大家好 当我们的蝴蝶兰长出花芽之后呢 给它适当的补充一些叶面肥 比如说像这种零酸氰钾高零膏钾的肥料 可以促进它这个花芽长得更加的强壮 长得更加的快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握不好技巧的话 这个肥水一溅到这个花芽这里呢 就很容易出现肥害 大家看像我这一颗蝴蝶兰呢 这个花芽已经长得很长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直接给它喷湿叶面肥的话 那么就会容易导致这个花芽出现肥害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制作一个小纸筒 来将这个花芽套住 然后我们再给它喷湿叶面肥 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首先呢我们先拿一张纸 以后拿一个小木棍 把它卷成一个小纸筒 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我们将它拖出来之后 将一个方向的这一边密封起来 像这种状态 然后呢我们给它喷湿叶面肥之前 将这个花芽套住 套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高磷高甲的磷酸的金甲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兑水 给它喷湿叶面就可以了 因为叶面吸收养分的能力 不亚于根部 所以给它喷湿叶面肥 对于促进它长花芽 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段时间 我们喷湿叶面肥的话 最好选择在中午的时候 因为中午温度高一点 避免喷叶面肥的时候 把这个叶片冻伤 这段时间我们给狐狸兰喷湿叶面肥 促进它长花芽的话 只需要五到七天 给它喷一次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太多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这个花芽 又粗又大 长得又高 开花品质就高了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